為甚麼叫做踩到紅線呢?請問 動不動就是紅線 看來你好像在看MyRadio的節目 對,我看育敏踩場 不過我也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沒甚麼看 那倒不會 直播和重溫環球全地球都會看 那就很好 不過有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上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至十 本土最前線 大家好,晚安 星期四晚 本土最前線 由現在去到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前 繳庫MyRadio節目本土最前線 2019年一月節目月費最多 而且支付總數值超過一千元 那位網友 將會由MyRadio送出 黑膠唱片作為節目月費專項 黑膠唱片是白色碟裝 是張國榮1985年出版的為你鍾情大碟 原裝九成新 不是復刻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土最前線 好,這個禮拜其實也有很多新聞 依舊有很多新聞 對於本土派來說 都是吃福阿生比較多 很多事已經受過了 已經經歷過了 到之前罵我們的人 無事的那些人 現在看到他們走回這條路 又要收回這些東西 這個我們用回一個傳統的說法 就是當你本土派 自從由這個進步的民主派 那個光譜分裂出來之後 就不會回復 簡單來說是越走越遠 而這件事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本土派 甚至是獨派 思想最激進的那一群 被政府DQ也好 告也好 整個滅黨也好 收拾完之後 就輪到比較溫和的自決派 然後溫和的自決派都收拾完之後 就先到他們走 我想他們千算萬算 都算不到連尹兆堅都會被人控告 尹兆堅都會被人控告 他的立法會肢體衝突 是控告普通襲擊 林卓廷和尹兆堅 林卓廷很簡單 他當時在北區處理 因為他是北區區議員 他是北區區議員 他當時 他應該是上水 他樓下就是那些深容海尾舖 買了那些大媽 他還在那裡 回到那裡去看 他一開始在選舉前 他做全港反維標 他是反維標大聯盟的民主 他當時很明顯 批凸在尾巴 知道他是想選立法會 不然會做全港規模的東西 他是一個北區區議員 說到花邊一點點 關於這件事 他自稱是反維標大聯盟的民主 但他住在那裡 都被人維標 是搞不定的 他還要更好笑 因為他在太和那裡 大埔的太和村 應該是上年的事 當時舊的業主立案法團 跟親建制派非常緊密的關係 牽涉到很多關於這些事情 利益 政治 各樣東西 當時居民 自發的 其實都是靠網絡 挖起 然後他們就有個群組 叫太和的後裔 然後就成功推翻舊政權 終於是革命為新 但問題是 其實初期他們是有林卓廷的參與 但當區的時候 就派一些抹黑民主黨的單章的時候 又有政黨在參與干涉之類的 林卓廷第一時間是肅沙園 肅沙園的原因很容易 就是對家派的傳單 對 很明顯就是因為蛇龜 你看一份人 被人說兩句 蛇龜到這樣 又說自己全港犯迴標 但是 一去到真是做的時候 真刀真槍要上陣的時候 就棄甲毅兵 就跟梁耀宗在一個帽子 倒出來 所以既然一個人那麼蛇龜 他哪有可能再干犯這些 你講開又講 講一下其他自己的經驗 關於林卓廷的事 因為我曾經在三年前 在樹人跟尹兆堅同場的論壇 那個應該是 不要說那麼多了 總之是很早期的事 那個論壇就有林卓廷 黃楊達 還有何君堯 和我 四個人 很棒 老實說 林卓廷坐在最邊的位置 他整場好像只有三個人 只有我和黃楊達和何君堯互吵 你們說雲兆堅是林卓廷 林卓廷 他完全是回答不了 你明白嗎 他比何君堯還壞 雖然我是很認真的何君堯 何君堯是我最認真的人 之一 老實說一句 林卓廷連何君堯都比不上 何君堯也有做一招搜集 在揪一輪那些完全不關事的數據 他也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他都可以用一些 狗不想答白的歪理來搏一下你 對 先試一下 你明白嗎 雖然他說的東西是完全不合理 但是他能夠答罪 林卓廷完全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他好像在幾十年前 好像夢遊一樣 他叫以前的泛民口號 說幾句 你說什麼 完全沒有內容 他一段說話 可能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全部都是用口號 聲鼻 串埋一堆 但是沒有內容 他也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種質素 真的上城市論壇也不行 譬如何君堯那些 大家都知道他是世雲契仔 但是他上城市論壇 當時代表這個應該是領大的校董 的時候 他在批評那些人唱粗口歌 當時的學生 他就 就是他救了一大輪的法律知識 但是起碼他都 救了還救了 但是他那套說詞 就是這個親中派 建制派 或者說起碼你聽得明白他在說什麼 就是你聽得明白他在說什麼 就是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林卓廷是說完一輪之後 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簡易來說 就是何君堯的理論是暗咎 但是他起碼就是 有一套暗咎的理論 也有一套理論 但是林卓廷真的完全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又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是溝通不了 為什麼多一個人坐桌 就是這樣 這些旁枝的事情 回頭來看 泛民主派 連他們都被人移動的時候 你已經不要說朱凱迪 就是一分鐘你現在是 尹兆堅和林卓廷 連位置都沒有的時候 連民主黨這兩個人都沒有 這麼溫和都死 所以其實他是很賣力 去美國那裡宣傳這個什麼 所以公民黨和民主黨 很賣力去美國那裡宣傳這個 那就打臉 就是台灣話打臉 就是說你去美國說 我們一國兩制 是有一點點威脅 但是都可以的 千萬不要制裁我們 都可以的 還有法治 為什麼轉過頭 又被人家告 那你怎麼辦 聽說其實尹兆堅 都相當的討厭你 當然討厭我 當時DQ了你之後 你是提選舉情情的 到選完之後 新西全部人都很討厭我 你這麼說 但是尹兆堅尤其是討厭你 因為他埋怨 就是他那些 選舉按金拿得回 不是啊 那時候要按號 按金好像拿不回 還有那些十二元一票 還是十四元一票 對 選舉寶座 都是按號 就是說你選舉的費用 可能是一百四十萬 那他就根據你的票數 就給你一些錢 最多可以給你一半 可能可以拿到七十萬 那時候可能是一百四十萬 然後可能可以拿到七十萬 那七十萬就是因為我選舉情情 你不知道選舉有沒有考 如果判了沒有考 難道問你拿回什麼 所以就按號 到判完之後 才會把他的錢給他們 所以那時候新西 任何選贏了的人 理論上都很討厭我 但是他尤其是討厭你 因為問題就是 你這筆錢又按號 然後現在的位置 又有機會 因為那宗官司建材化水 那怎麼辦 然後就是 那些錢 最少都是本土派 開了死人頭 議事抗爭 又DQ宣誓 搞到他現在連自己的答案都燒到 那他不對 他為什麼跟別人的姿勢衝突 是不是我們這些文明 講道理 不是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當時立法會的玻璃 張超和耳身相擋 他說你們中產有錢人的東西我不懂得說 我也懂得說 我們香港人很講道理很文明 不應該用暴力的手法去解決 那我們就談 坐著就談 你想要什麼 你都堅持不到自己和平非暴力原則 你又曾經知道 曾經抗議也不對 成何體統 你有沒有見過英國國會 有些人在那裡 即是衝 有保安出後來也沒有 你這樣就不對 這些是他之前說的 這就是他們本來的思維 現在發生在你身上 即是 如我自處 就很難堪 即是這個就是金人 金席不驅歸故土 他照滾體也相同 想不到你這麼快 是時候要說 剛提到民主黨和公民黨 為了要保住 即是招不保值的地位 於是就向美帝求救 但其實不是向美帝求救 他名義上向美帝求救 實質上就是做中國的白手套 即是其實也是做中國的稅 當全世界要制裁中國 或是香港的時候 他們一旦就說 其實中國對香港都可以的 即是 英國國會半年報告那種 一國兩制運行良好 只不過是有少少憂慮 這樣就說遲 那你這個不是叫做 幫中國去粉飾太平 幫香港政府去粉飾太平是甚麼呢 現在人家就 即是你這裏說完之後 說沒事的時候 轉個頭就馬上拘捕你了 蓋你兩巴 那你怎麼辦 那大家就要refresh一下 事緣就是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就向美國國會 Congress 提交年度報告 建議商務部 重新檢視香港作為 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甚至是有全政界希望 美國政界希望 重新審視這個 香港政策法 這個問題就是 好了 當時你代表已解散的民族黨 卓國順 也是本土派 其實本身獨派 應該這樣說 其實都有 很多類近的主張 也是有過討論 對於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我發明出來的 其實只不過是 怎麼說 獨派本土派 大家已經說了這件事很久 幾年前已經開始 預示到有這樣的趨勢 我只是幫大家去說出來 就不是我發明 應該我印象中 應該已經16年的事情 甚至是可能更早的時候 已經在說這件事 因為我17年的時候 已經有另一個信 16年應該已經有討論 至少 也不會說太久 兩三年的時間 也是有的 總之有一班人討論 我就不詳細說哪些人討論 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 怎麼說好 這個叫做 agenda setting 之前其實就是講 上一集 有沒有記錯 上一集其實就提到 有些人就說 這個本土派 已經在政治上面 沒有地位 沒有影響力 但是其實 創造議題的能力 其實我們是 組人家好幾年 甚至是 一直以來都是強調 就算是 被人打擊 被人司法清算 政治清算 都仍然是 堅持一些 其實他打我一下 也是他在製造輿論 我們舉高 譬如說 舉高言論自由 你打我 其實他就是打言論自由 就是證實 我們的說法是對的 然後我們提倡的東西 是真真實實的 一個政治議題 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潮流 和風向 香港的本利政治 性質上是不同了 以前你經常說 如何建設民主中國 現在你說多了很多 以香港作為本位的政治 不單止已經是 他們以前的選舉政治 還是實實在在 影響到香港將來的政治 不是以前的 十多二十年 就說 選舉舉了民主黨的口號 然後我們選了幾個職 然後控制立法會 怎樣 簡單來說 就不是為了當前的 即身的利益 或者 很簡單 你要選過 九萬八的立法會議員 或者選舉議會 三皮椰一個月人工 這些事情 其實只不過是 一些急功近的想法 你真真正正要推動政治議題 你是要長遠地去鋪排和計劃 也需要犧牲 就是犧牲 怎樣說呢 譬如說 你很簡單的例子 有些人要選 有些人要選 就像民主黨 就跪在那裡 即是說什麼都可以 說什麼都可以 我都支持你選擇 原則上不反對 如果我們真的要推一些 我們認為重要的議題 就是做了犧牲 就不能選 那你聲虛 有歌仔唱 為兩餐什麼都肯制 回到頭去說 就是說 公民黨 郭榮鏗就很大張旗鼓 走去美國那裏說要遊說 事前甚至是聯絡林鄭 報告行程 但是林鄭就不展示他 簡單來說就是 你 熱面孔貼冷屁股 但是他仍然不怕面膜 走去繼續跟美國人遊說 結果呢 他催狠大 催狠大之後 他就說 談到五點共識 即是美國 見到美國政要 政界的共識 有所謂的五點潮野共識 影響到美國方面 決定 會不會將香港繼續 視為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第二點就是 會不會去更加美國香港政策法 即是美國政策法 五點條件 第一點就是 剝奪參選權 或者褫奪當選的議席 再 即是往後再有的話 第二就是 再有外國記者被拘捉 第三就是再提政治檢控 什麼是再 全部都發生了 第四就是拖延真普選 第五就是 暢定嚴厲的基本法 二十三條 這些東西 我們要逐點逐點拆解 但在逐點拆解之前 我們首先就要說 請問你是誰 郭榮鏗 簡單來說 如果用兩黨制 或者怎樣 你是一個在野黨 萬年在野 你永遠就是 整個 湊滿整個 泛民主派 甚至整個 反對派的陣營 你在比例代表制 再加這個地區直選 和功能組別 的分組 選舉裡面 你永遠只能夠 跌入去 二分之一 樓下 三分之一 樓上的議席 你這個反對派 請問你有 什麼能力 可以執政呢 簡單來說 你是根本上 你代表什麼 你代表自己 或者可能 代表貴黨 但是你是 雖然掌握了公權力 因為你是立法會議員 有議席 但是問題 就是說 你有沒有權 話事 你沒有權 話事 請問你代表香港 代表什麼人去呢 其實可能只是 代表了公民黨 民主黨 然後告訴美國人 就是說 我們還是 很有關鍵 一直的地位 我們還可以 守住香港 一國兩制 請科水 簡單來說 其實跟梁國雄 請捐款 沒有什麼分別 現在 郭兆傑 跟嚴敏華 在這個 靖國神社門外放火 那樣 那梁國雄 都是擺一個錢箱 請捐款 就是聲援 人家有抽到飲食 人家明明是保釣 有關社民連事 郭榮鏗 我覺得 沒所謂的 他就去遊說 可能每個人都去遊說 只不過你代表誰 你不能代表全香港 即使我 我 或者大家去都不會代表全香港 但是就是我比較擔心 或者去質疑 那五點 是不是真的 美國政界的普遍共識 還是是他自己勾吹他 還是你見了一個民主黨 一個共和黨的黨員 或者議員 或者那類的東西 他們兩個說話差不多 有共識 他們代表了全部人 就是 有沒有可能 你有沒有說你見誰 因為你說我見了川普 川普說這件事 我相信 但是如果你看到 美國政要政界 有一個這樣的共識 我覺得是拗頭 究竟是 哪個出來的呢 這件事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自己歸納了五點出來 就是道贊出來 好了 回到一會兒 再說五點 慢慢拆解他 他說如果再褫奪 這個政客的參選權 或者褫奪 這個當選的議席 就是這樣 接下來 應該是你 說這句話的時間點 打喉的事情 找少堅林卓廷 怎麼算 要回歸回去主題 要先中五點 是不是要先中五點 你玩完 還有外國記者被逐 還有外國記者被逐 這個真的很難說 FCC的狀況 是這麼冷過水 都有可能發生的 第三天再提政治檢控 你隨便一個示威集會 一個麻煩 就告你非法集結 基本上 現在在法庭每天都有 這些事情 你看看我可能 在西九龍的時候 你是去九龍城 你去到不同地方 不同法院 每天都有 你看到旺角警民衝突 梁天琦那裏 有兩條罪入不到 政府都砌完又砌 那是不是叫做政治檢控 大哥 那當然 但是在你們的定義上 就是這些是暴動 這些是很暴力的 又放火 又等等 那就不關我的事 但是 還會動到你的 你現在 民主黨兩傻 已經被人動 你講到這裏 我想一下 他們經常說 你敢做不敢認 你本土派 全部蒙面有勝 想一下 為你現在佔中九條 你們全部都不認罪 尤其是你敢做不敢認 是否用同樣的說話來講 我想一下 想不通 所以這五點暫寫不提 回到佔中的和平佔中 從來沒有發生過 或是發生過短短一剎那 就是戴耀廷宣佈 他們不是流動佔中嗎 其實佔中三子 尤其是戴耀廷宣佈過四次 或五次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他曾經宣佈過很多次 他對上一次 即是不是在正總外面那一次 就在天馬公園搞 大家在打大鼓 他已經又宣佈過一次 那天 所以他當晚 九二七那晚 又宣佈正面中環正式啟動 然後說這個佔中的第一站 就是佔領金鐘 金鐘的鐘 佔中就變成 那時候大家就趕客 然後梁國雄在飯煲底裡 貴地 就剩下三分之一人 因為這些事情我也要見證著 OK 那 回頭去看 嘩這樣 即是 你今時今日 大家學生那邊 學聯那邊 有學聯自己的說法 然後佔中三子 有佔中三子自己的說法 然後兩邊 就互相碰撞 那邊又說不關我事 那邊又說 你這樣說的 我好不開心 好嬌疼 這樣 但是 要還記得 就是說 當時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戴耀廷宣傳這個理念的時候 他說要做司法抗爭 即是他公民抗命是其中包含了重要的一環 就是司法抗爭 怎麼為之司法抗爭 就要在法庭上面 承認自己的責任 同時間 他將自己的佔領 和政治理念 透過法庭的 雙方互相攻防之中 表達出來 我擔心這個廢衣 大家鬥不認罪 在這裡 半輕一點 我打算 因為公民抗命 即是他可以說 我不認同你這條法例 我們全世界一起去反這條法例 去癱瘓你 或者挑戰你送去這個 進行憲法上的檢查 即是說你有沒有違憲等等 各樣東西 你是要做完 特意去犯那條法 然後去到法庭 去做這件事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指出 這條法例 是多麼有問題 多麼有問題 即是凸顯建制的荒謬 或是凸顯法律的荒謬 但現在我見到 就是 開頭那幾天已經在說 其實是學聯話事 我們都沒有辦法 即是好像在那裡吐苦水 我們想話事 我話事 我們三個 三傻子 在那邊被人 獨立 很開心 他們又不聽我們指揮 都幾肉酸 他們九個這樣送上去的時候 然後又分兩派 又解散那件事 大家變得好像互相推捨責任 當然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 他們的律師建議的策略 但我心想 那不是和你們的理念 政治理念 是互相違背 為何你要聽律師那支頂 去為了減輕大家的罪行 而去否認自己的責任 因為開頭公民抗命 你預了坐牢 即是你預了有這樣的後果 即是不說你是不是要逃避刑責 那你們宣傳口號又說什麼 公民抗命 無謂無舉 你一個二個排隊 在那裡不認罪 然後又互相射波 在那裡耍太極 然後又告訴大家 就是說 我們不講政治 什麼的那些 只是說一些手法 或者說大家有做過 你公民抗命 這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事件 你沒有理由去到法庭 因為基於法律觀點問題 技術上 我們為了減輕刑罰 或者不入罪 我們就走這套 但你本來講那套 我搞這麼大龍鳳 最後要去到法庭的時候 就要彰顯建制的不公義 彰顯政府有多麼有問題 就將法庭變成你一個政治表演的場地 他們又吹到自己好像Mandala那樣 一開始就說到 我們是有這個道德高地的 是需要透過這件事去法庭表達政府 甚至惡法那種不公 然後你現在自我推翻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甚至是 反過來就是說 他們一直以來 包括泛民主派 包括左教 包括黃絲帶 不停地說這個本土派 這個勇武派 這個激進派 說他們做完的事情 敢做 不敢認 逃避責任 又說他們大面就 是鬼 我引用兄姐 因為小弟很有幸 有一次打算搞記招的時候 在中環 還沒夠時間我坐在那個 終審法院的外面的公園 兄姐又在這裡 吹了三個字 兄姐有沒有祝福你 有沒有擁抱你 親吻你 受不起 受不起 真的不行不行 但是兄姐就在那裡吵詭 他說 有些人做完又不認 還是什麼 他又不是 他對本土派有很多怨言 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等等 但是他有罵很多 是罵回泛民 就是說 敢做不敢認 你犯了法你就認 你就去吧 類似這樣的事情 即是銀行銀行 你們這些人說 你們自己說 不是 那些友仔們就對應不齊 你知不知道 那天已經說要 暫緩宣判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出去記者會後 整班狗子一邊出去 做記者會 然後這個 有份被告的 現任立法會議員 邵家俊 就開始僵煙 說到痛處的時候 誰知道隔壁的人 就在那裡嚇笑 包括這個 很drama queen的陳淑莊 你笑什麼 你好像有份被告 你還要笑你的隊友 幹什麼 就是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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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自己的心意推移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第二次回來講一下原則 講泛民的原則 休息一會